就在英国兰、五十兰等连锁手摇茶饮店 纷纷被验出农药超标之后 另外一家在彰化发迹的连锁手摇杯店 大院子也沦陷了 一者自主检验包种清茶 结果发现到农药违规 在五号晚间主动通报给彰化县卫生局 而问题产品也都已经下架 一者在昨天出面道歉 卫生局也要向上追查究竟问题出在哪里 问题茶饮连连出包 全台有181家分店的大院子 也被检出包种清茶、茶包、含有超标农药 丹菜硕是杀菌剂 目前规定只能用于米类的作物 那在茶叶是不可以使用的 那这个易达安其实它在蔬果上面是都可以使用 但是有一定的限量标准 那它的标准是在茶类的话是3ppm以下 那这一次自主送宴结果减出是3.9ppm 那是有超量 业者说这款包种清茶是新开发的产品 向台南盛方茶叶公司进货 今年2月才开始贩售 业者自主送宴 发现农药含量超标马上下架 同时确认手摇茶部分没有使用问题茶叶 总计进货1300台金 已经用掉600台金 剩余的下架封存 石药署则是计划在今年7月31号开始 要求茶饮业者制造商及进货商 必须强制送宴及落实追溯追踪 围着最高处300万元以下的罚还 资本额在3000万元以上的茶叶饮料制造工厂 希望是在104年的7月31号开始 就会要求这些业者要做强制的检验 茶案风波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知名茶饮公司及进货商纷纷重见 凸显长期以来源头管理没有落实 才让食安问题频频出包 记者综合报道 去年高雄登革日破纪录 病例就高达了14999人 更有20个人因为出血热而死亡 为了避免重蹈覆彻 高雄市政府推出了登革日即时通APP 让民众用手机就能查询 主动防疫 补文网清查并没文指数 连人孔盖都要打开来检查积水 高雄登革日去年创下将近一万五千个病例 疫情还渡冬 到目前通报有七百多案例 确诊九十二例 疫情虽然还没有大爆发 但也没有停止 高雄市政府今天赶紧推出登革日即时通APP 希望民众用来主动防疫 那民众一定要了解说 他自己本身附近有没有疫情 同时他自己附近的一些居家的一些状况 更重要是把所谓的 卫教讯息也放在这个APP上面 手机连线 民众就能看到个里目前的病例人数 如果是防疫人员 则能进一步看到病例资讯 以及需要交强防疫的范围 有市民觉得民众版就很实用 也有市民认为内容太少 总是登革日疫情真的非常的严重 对然后如果有需要查询的话 我觉得会是一个蛮重要的资讯 我当然希望有更多 这样子的话最多就只是告诉我 哪些地方先不要去 市府表示如果进一步划出疫情警戒范围 确实更有助于市民主动防疫 下阶段会考虑再不透露 病例资料的前提下开放 而除了推出防疫软体 每周的垃圾轻运也要为了防疫减少一天 6月1号起 四半垃圾周收五天 我们本来收六天 就礼拜天不收 那现在增加礼拜三晚上不收 那礼拜三就定为 每个礼拜三就定为登革日防治日 去年高雄登革日在五月底大爆发 市府今年不断调整防疫做法 包括通报一次病例就喷药 加强机查开罚等 越来越多配套 就希望今年能顺利阻止疫情 记者王建苏孟昭全高雄报导 交通部首度针对性别 调查持有驾照者 发生交通事故的男女比例 结果不管是汽车或机车 女性驾驶出车祸的比例都比男性高 而对于这样的结果 许多女性驾驶很不服气 车子开到一半 前车突然紧急刹车 很多驾驶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反应 女生比较不会开车 真的只是男性驾驶的刻板印象吗 交通部首度针对性别 调查出车祸的比例 发现拥有汽车驾照的女性 出车祸比例是13.3% 比男性多出3.1% 机车车祸的比例 同样也是女多于男 有些男生我常常练习 都男生在那边坐安全岛 林小姐才学开车两个礼拜 S型前进后退 所有考照项目都已经完全熟练 对于交通部的调查结果 相当不以为然 而30年车龄拥有职业大小客车 及大型重型机车驾照的 女性驾驶教练则认为 很可能是统计上的盲点 你要看她的是怎么去调查的 那她拿到驾照 是不是有在开 你调查是都有在开车吗 这比例上就不正确 交车多年的陈雪玲表示 部分女性驾驶反应 确实不如男性 但谨慎小心 却是男性比不上的优点 而针对不同的驾驶特性 公路总局表示将研究 在驾训时纳入讲习重点 记者林整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高雄大林浦地区的居民 四十多年来 天天都跟烟囱和油槽为伍 连空气出现异味 也都快要习以为常了 在最近几年 居民就开始发现 工厂排放出的废气 会滞留在空中 甚至还出现 驯撞云的形状 让人看了觉得很害怕 高高的蓝天 有意朵朵白云飘过 这是常见的自然现象 可是在高雄大林浦人的心中 已经快要变成神话 因为临海工业区的空气污染 最近常常滞留空中 甚至出现驯撞云的外观 民国六十二年 政府在高雄小港的大林浦 设立临海工业区 从此以后 这一带沿海六里的民众 就成为发电厂 中钢中油和各种工厂的邻居 他们每天看着烟囱排出废气 呼吸的空气又酸又臭 虽然高雄市环保局根据监测站数据指出 近年小港区的粒状物 硫氧化物和氮氧化物 并没有特别不好 但是居民根本不相信 宁可相信世上有鬼 也不要相信政府的那张嘴 我们本身我们的身体健康 这些政策在 比他们的政策还标准 五十一岁的洪富贤说 以前大林浦到处都是甘蔗田 可是现在甘蔗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支支的烟囱 为了确认临海工业区 对社区造成的影响 洪富贤两年前开始搜集 李明的死亡证明和就医记录 到现在已经累计将近五十份 他强调 政府解决不了大林浦人的恐惧 只能先靠自己慢慢做 记者李慧宜 陈显坤 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